姑妈临死前交给尼克一穿项链 吊坠其实是一把钥匙 但尼克至今还没能明白钥匙的用途 房车里所有带口的地方他都试了一遍 可这把钥匙都没用 尼克脑袋都大了 难不成这是个护身符啊 焦躁之下不小心碰翻墨水 撒到了钥匙上 这才注意到 钥匙上的图案貌似才是秘密所在 还没等他弄清楚 朱烈打来电话催促他赶紧回家 否则在餐厅定的位置就白瞎了 大家好我是安哥 欢迎收看高分美剧格林第一季第十七集 停车场内 上司被人用枪挟持 两人还是就相识 男人这样做是要带上司去一个地方 他非常清楚 如果不用枪的话 自己下一秒就会被上司干掉 要见上司的人是他的表弟 家族对上司这次办事的效率很不满 表弟这次来给了上司两个选择 要么交出钥匙 要么他带上格林自己去找 看来上司家族也有格林呀 这种做法让上司非常不爽 从来没有人能对自己指手画脚 表弟也不行 所以他直接躲过手枪 干掉了表弟 至于剩下这个护卫 回去报信的话也免不了一死 上司不介意再送他一颗子弹 尼克这边陪着朱利叶来到餐厅 到门口才知道 是汉克安排的聚餐 等大家见面后 尼克有些不淡定了 原来汉克带来了巫女 还称她是自己的女朋友 面对这个曾经要杀害姑妈的巫女 尼克怎么可能给她好脸色 整个吃饭过程中也是句句话都带刺 巫女有些尴尬 接起一通电话暂时离席 但尼克并不准备放过他 以上所所为由跟了上去 直接抢过手机挂断 质问他接近汉克的目的是什么 并警告他离汉克远点 可惜巫女根本不吃这一套 虎猫三丈的尼克在卫生间发现 汉克打开门 兄弟我们接到该死报警了 与此同时 上司正在与另一个年纪较大的巫女见面 巫女学问上司 如果金发成功了 自己的债是不是就还清了 上司给出了肯定答案 至于失败的后果 不用说 你自己想象吧 镜头转到命案现场 武警官边吃唇膏边介绍案情 看得尼克一愣一愣的 两个死者一辆奔驰 两把手枪 年纪大的是英国人 年纪小的是瑞士人 两人手里都拿着枪 初步判断应该是相互射杀 还有贪吃的武警官 这家伙貌似更贪吃了 而且怎么什么都往嘴里炫呢 回到警局 上司来询问案情进展 尼克表示很难理解 一个英国人 一个瑞士人 选择在美国相互射杀 根据航班记录和租车记录 两人还是一起乘坐飞机里达 又坐同一辆车到达现场 尼克断定只有两个可能 要么二人来训情来了 要么是还有第三个人在场 现在还没有证据 但车底下发现一部手机 只要破解里面的内容 就能真相大白 谈话结束 尼克拿起衣服 匆匆回家 尼克则注意到武警官 有些不对劲 下一秒就直接晕倒了 大家赶紧上前帮忙 趁着混乱 上司偷拿走了 桌上的手机 戴上手套 打开手机壳 用一张全新的手机卡 替代了里面的老手机卡 这样他们就什么也查不到了 汉克这老小子 火烧屁股一样离开 并不是肚子饿 要回家吃饭 而是来到金发家楼下 想进去坐坐 可惜正赶上金发的母亲 来看她 所以共动良宵的愿望落空 这个金发的母亲 正是与上次见面的老巫女 医务室内 医生从武警官肚子里 取出一堆零件 他怀疑武警官 是因为压力过大 而换上了一尸屁 尼克看着这些扭扣硬币别针 甚至还有啤酒瓶盖 郁闷的有些说不出话 找到大会家喝酒姐妹 提到汉克的恋情 大会一脸严肃 和巫女交往可不是个轻松的活 往往分手的时候 就是没命的时候 汉克这情况有些不对劲 不应该这么轻松啊 那现在只剩下一个可能 汉克被巫女为了毒苹果 这是他们的惯用手段 沙利对这方面更加在行 在听尼克描述完汉克的事后 他推测中毒的时间 差不多是哥哥被害的时候 而哥哥的店是全城材料最全的地方 巫女之徒只能来这里购买材料 那查一下账博 就能看到他用的是什么 沙利很快找到金发女留下的购物清单 看完之后冷汗直冒 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药方 会让汉克由深爱走向死亡深渊 说着突然想到武警官 他那天的反应 就是务实给别人准备的药方的现象 此时汉克的着迷程度已经非常深了 完全没有心情缠 全部心思都用在琢磨怎么讨好金发上面 金发的电话正好打来 约翰克晚上见面 还挑衅的向尼克问好 让他如此硬气的原因 是因为上司此时就在身后给他撑腰 关断电话 尼克还想说些什么 被证物科的人打断 手机已经检查过 里面什么都没有 这让尼克感觉到很蹊跷 眼见汉克现在是指纹不上了 只能转头找到上司 他认为现场肯定还有一个人 先杀死两名死者 在伪造出二人相互射杀的场景 尼克推断的一切和上司所做的完全一致 就是差了证据 上司叹了口气告诉尼克 受害者的家属已经来认领尸体了 他们在欧洲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 不希望美国插手他们的事 所以这案子到此为止了 一切的事都让尼克无比郁闷 好在大灰沙里这边没让他失望 查了整整一页的资料 总算找到了那张药方配出来的药是什么 为爱而死的功效是让人产生迷恋行为 这种迷恋最终会强到超出大脑负荷 随后人的身体也会垮掉 武警官的情况肯定就是吃了这东西 沙里当天的解药只是针对症状并不能根治 他能做出新的解毒剂 如果对武警官有作用 那就也能治好汉克 此时武警官正在家里啃食地毯 整个人都进入了异常状态 尼克直接破门入 与大灰一起将气按在沙发上 沙里将解药打进他的鼻孔 武警官顿时停止挣扎 整张脸迅速转红 又缓缓变为正常颜色 随后清醒过来 看他的举止行为基本上是没问题了 尼克打电话给汉克 得知对方已经到了金发家里 匆忙离开武警官家 向金发家赶去 可惜为时已晚 金发睡过汉克后换衣服离开 留下的汉克已然进入昏迷 这家阿们还更改了药方 在里面沉入了自己的血 沙里研究出的解药 对已经被睡过的汉克来说 已经没用了 他现在大脑就像被锁住了一样 唯一把他救过来的方法 就是杀掉那个渗血进去的巫女 此时金发的振花 正好打给尼克 以汉克的生命做威胁 要求尼克把姑妈的钥匙交给他 得知见面地点后 尼克就要出门 沙里急忙拦住他 光是杀掉巫女救不了汉克 现在唯一能解除咒语的办法 就是用汉克的血 破除巫女的魔力 二人很快在约定地点见面 尼克不给钥匙 金发不给解药 双方一言不合便打了起来 尼克很快被他推倒在地 殊不知尼克等的就是这一下 翻身将其压在地上 直接亲了上去 反抗的金发咬破了尼克嘴唇 被迫吞了格林的血液 后果就是 他的体内的巫女之力被消除 金发并没有死 但对他来说 力量被夺走了和死没什么区别 见他失魂落魄地离开 尼克也没有阻拦 跑到母亲家想寻求安慰 但当想到 他的巫女之力被消除后 老巫女的脸色瞬间变冷 包括他身后的上司 看他的眼神就像在看一坨垃圾 失去能力的金发 连被利用的资格都没有 被赶出了母亲家门 出力完汉克的事 尼克终于有时间研究钥匙了 将钥匙上的图案印在了纸上 用放大镜观察 发现是一张地图 本集完 以上就是格林第一季第17集的内容 对后续剧情感兴趣的小伙伴 欢迎关注安哥 我们下期再见